资源和神盾双双收购公司 现在进场会太晚吗 其实资源这一次收购台积电的这家子公司 大概花了2000万美金左右 折台并6.22亿元 那我告诉大家 其实这一次的收购主要是为了 未来这个IC设计 它整体公司的产业发展 那基本上呢 未来的这个收购这家公司 它所提供的这些生产技术 也会在台积电上面做应用 所以这一次的收购其实是双赢 那目前资源的股价已经开始往上做一个突破 而且开始准备要再创新高 那我告诉大家 其实现在还有非常高的机会 能够继续上涨哦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财经及时通 我是Doris 让我们欢迎万象和分析师 大家好 现在资源收购了美国老牌的IP公司 预计在今年的上半会完成收购 下半年呢会纳入合并营收 那IP产业会快速成长吗 现在来得及抢先布局吗 其实现在来不来的布局 我们人家看图比较清楚 但是目前资源今天的走势 非常的火热 而且今天台股其实有被这个 有一些这个机构恶意的压回 告诉大家 今天这个走势虽然说有压回 但是大家其实不用太担心 是某几个机构 我其实知道是哪几个机构在动手脚 但是我们不聊这个东西 但是我告诉大家 其实资源目前的部分非常的好 资源今天我们这个盘中录影的时间 它已经上涨了4% 4%多 那我告诉大家 其实整体走势非常的强 而且资源现在是往上突破 创了一个新高 那其实资源这个新闻在讲什么呢 讲说他准备赤资这个2000万美元 来并购台积电这个IP的供应商 那其实2000万美元也不是很多 那台积电为什么要让给他们 是 你看这边 资源新台币大概6.22亿元 6亿元对台积电来讲 其实根本不算什么钱 那资源到目前为止 为什么这个台积电要来跟他们合作 其实就是因为他们的关系 其实还蛮密切的 那透过这一次合并这个 收购台积电的这个供应商 这个IP商 那基本上就是强化了两者之间 他们互相的这个合作的关系 然后呢 另外其实神盾也花了这个 最近也花了47亿元 然后待会我们也会来看神盾 那也是来收购这个IP产业的部分 那我跟大家讲 其实目前很多家公司 在之前去年的时候 我记得也有这个公司 也是这个IC设计公司 在收购这个像这个IP的类似 这些题材的话题 这些一些子公司 那我告诉大家 其实整个这个IC产业 在今年来说会开始怎么样呢 开始蓬勃发展 尤其现在是什么 现在这个AI的这个产业 使用到这个IC非常非常的大量 所以每一家IC设计公司 都开始准备强化自己旗下的一些这个能力 还有他们的设计能力 还有一些这个可能提供的服务 所以我告诉大家 接下来2024年 大家一定要持续来看 那这家公司主要是做什么的 做这个高速传输的这个界面 IO界面 还有这个EDS IP 来解决这个方案 那我告诉大家 其实他这个你看到这个涵盖非常广 从65奈米到5奈米 都在包含在里面 都能够做应用 所以基本上你会发现 这个锡次台词加工 其实还蛮完整 整个提供的服务都还蛮完整 而且他 这边讲说什么 晶圆合作厂是以台积电为主 所以就算这个资源把它合并下 那未来 能够这个提供的服务 生产的服务 也是会来跟台积电合作 所以这是一个什么双赢的这个状态出现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资源的部分 资源的部分 其实在这个选举之前 我们就在我们家族会员 已经有进去做买入了 我们在哪里 在1月11号 我们就已经进去做买进了 我们当时其实为什么在这边做买进 在这边跟大家来破解 其实在 在这个选举之前 我一直在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告诉大家 现在选举过后 有一些个股开始在蠢蠢欲动 当时大家可以回去看我之前的节目 就跟大家讲过 那为什么选择资源这辆股票呢 其实资源大家可以发现 其实在下面 其实它这个股价已经蛮高 对不对 它是一路涨上来 但是涨上来的时候 其实在10月份的时候 有出现回档 然后在这个高涨的地方 其实有重新经过整理 但是有没有出现一个强烈的 这个卖出讯号出现 其实没有看到对不对 表示大家还是非常认同这辆股票 所以在这么高的价位 你看300多块的股票 还在不停的做一个买入 然后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12月份的时候 价位已经来到哪里 375以上了 然后又出现回档 又在这个地方 继续的在这边做一个盘整 然后到我们现在1月份又开始 尤其是在上个礼拜 开始又开始蠢动 那我跟大家讲 其实在这个上个礼拜的时候 尤其1月11号 开始又往上做突破的时候 其实这个地方 你可以发现是一个非常好的买进点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学起来 然后他在往上供了之后 供到什么 供到这个选举之前 又继续往上供 对不对 然后你会发现 在这个昨天的时候 有出现一些回档 但问题是今天 利多消息马上出来了 然后又继续往上供 那我告诉大家 现在能不能够进去做买进 当然这个股票 现在相对是比较贵 但是你会发现 其实往上涨 这个回档的这个幅度 卖出的量都没有在下面 有买进的多 所以是有机会再继续往上供 但是价钱比较高 就是大家可以做个参考 好 再来就是神盾的部分 刚才新闻有提到 对不对 神盾的部分 你会发现 今天开盘直接涨停板 而且直接涨停锁时 对 那其实它也是一样 在这个12月份的时候 你发现涨上来之后 在这个高档处一样 有经过这个盘整的整理 然后1月份开始 这个选举之前 慢慢的往上做一个上涨 那其实这个都是 K线图上都可以看得出一些脉络 那其实神盾在昨天的时候 涨上去的时候 有一些压违状态出现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其实现在涨上来 神盾跟这个资源是不一样的 它上面是有一些压力存在 你可以看到现在涨到哪里 2021年这个7月份 其实上面也会出现一些脉压 有一些人在上面已经套了将近两年左右 所以这个地方出现的脉压 都是非常正常 那这边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那我们谢谢老师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吗 快点加入老师的Line 8 还有Telegram 财经及时通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原来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订阅理财说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那有sense了吧 拜拜 拜拜